第33讲,我们来讲一下尺侧腕曲肌 首先看一下它的辅着点 上方在公骨的内扇颗 以及尺骨鹰嘴的内侧面 还有尺骨后圆近端 这是这块肌肉起点 指点到豌豆骨 其实沟骨这个位置也有辅着 还有第五长骨底 所以尺侧腕曲肌不仅仅辅助在豌豆这个位置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肌肉的功能 尺侧腕曲肌顾名思义 它可以做腕关节的曲曲 同时还有一个功能 使手可以在腕关节这个位置做齿偏 也叫做内收 做内收这样的功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块肌肉的临床分析 如果这块肌肉在过度使用 在急慢性损伤以后 而形成斑基点或者出发点 一会出现这个肌肉局部的疼痛 二这个疼痛会放射到小鱼剂 甚至到小指这个位置 所以尺侧腕曲肌是一个和小鱼剂和小指疼痛密切相关的一块肌肉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块肌肉的生物理学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块肌肉 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是靠最内侧的 那么腕关节这个地方表浅的曲腕肌有三块 分别最外的绕侧腕曲肌 中间的长长肌 最内侧的就是尺侧腕曲肌 最内侧的就是尺侧腕曲肌 那刚才我们讲了尺侧腕曲肌有一个功能 那就是这个曲腕 那什么状态下 它的曲腕功能更强大呢 在做这个前臂悬后的时候 尺侧腕曲肌和绕侧腕曲肌 它的这个曲腕的功能是最强大的 那么再有还有尺偏的功能 尺偏往内侧走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尺侧腕曲肌和绕侧腕曲肌是解抗肌 因为绕侧腕曲肌可以使手这个位置 使腕关节做绕偏 一个是齿偏 一个是绕偏 所以尺侧腕曲肌和绕侧腕曲肌 在曲腕的时候协同 在这个手的齿偏和绕偏这个角度上来讲 二者是解抗 是解抗肌 那么再有尺侧腕曲肌有微弱的曲肘的作用 因为它附着在内上刻这个位置 同时也辅助在尺骨这个位置 所以尺侧腕曲肌含有肘关节稳定的作用 也就是稳定肘关节 动态稳定的 再有神经支配 那么尺侧腕曲肌的神经支配是尺神经 那尺神经在尽端 比如在这个位置 内上刻向上 八厘米左右 这有一个四处色宫 如果卡压到尺神经 那可以表现出来尺侧腕曲肌 这个地方有触发点 或者是尺侧腕曲肌有疼痛 有张力的增加 那当然了 尺神经也可能是再尽端 胸阔出口 这个地方卡压 比如斜角肌 四股下肌 胸小肌等等 这是神经影响到尺神经 影响到尺侧腕曲肌 那么同样 尺侧腕曲肌在这个位置 尺侧腕曲肌在这个位置 尺侧腕曲肌的身面 尺侧腕曲肌的身面 就是尺神经 所以尺侧腕曲肌 它损伤以后 也可以压迫尺神经 造成小指 或者是小鱼记区域的 这个疼痛 感觉异常 或者是肌肉的功能障碍 那所以尺神经 尽端出现问题 其实包括远端出现问题 都会造成尺侧腕曲肌的病变 同样尺侧腕曲肌 也会造成尺神经的损伤 那么再有筋膜链 尺侧腕曲肌和绕侧腕曲肌 都属于前臂的曲肌 那么因此 它也通过前臂的曲肌 内上科 这个内侧肌间隔 胸大肌 这样形成筋膜链 那么所以尺侧腕曲肌 这个地方出现了 压痛出现了病变 那么它的原因 可能和这个胸大肌 和内侧肌间隔 这个地方病变有关 那同样尺子腕曲肌 如果这个地方有问题 也会影响到胸大肌 造成这个人可能胸大肌紧张 而形成寒胸这样的姿势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条筋膜链 就应该通过这条筋膜链 来上下延续进行检查 那最后是这块肌肉的检查和处诊 患者坐姿或者仰恶位都可以 前臂坐 一定要坐悬后 悬前的时候摸不到了 要坐悬 悬后这样一个姿势 被动的曲肘曲腕 使这些软组织放松 首先可以摸到正中间 这个地方有一个 掌肠肌戒 在这个地方可以非常明显 都能看到一个掌肠肌戒 掌肠肌戒的内侧 也就是齿侧 是能摸到齿侧弯曲的肌件 或者是肌腹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让患者抗阻趋腕 或者是齿偏 来感知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 看一下这个肌肉里面有没有调索 有没有压痛 有没有病变 那么这块肌肉属于 弯曲级 要签张它的话 那就是我们可以做腕的伸展 由于齿侧腕曲级在齿侧 那么手 手指这位置 当它往齿侧偏的时候 你可以 齿侧和饶侧偏的时候 可以分别签张程度 不同程度的签张到 齿侧腕曲级和饶侧腕曲级 所以首先是升腕 接着来回 因为它的功能是 是这个弯关节的齿偏 所以你可以饶偏 来签张到齿侧腕曲级 更加签张的了 那签张 长时间签张一个肌肉 如果这个肌肉是短缩的 齿侧腕曲级本身是容易紧张的肌肉 签张的时候至少持续30秒以上 最好是两分钟 长时间签张一个肌肉 可以使肌肉里面的积缩动化 而使紧张的肌肉便松弛下来 我们总结一下 其实齿色腕曲级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肌肉 但是它对于上肢 对于颈部的疼痛 肌力的失衡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肌肉 首先我们的了解这块肌肉的辅着点 这块肌肉的辅着点 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内扇膏 齿骨 往远端到豌豆骨 掌骨底 包括沟骨这个位置 然后再有临床分析里面 如果有出发点 可以造成小鱼剂 或者小指这个地方的病变 再有生物理学分析 它的齿偏曲腕的功能分析 然后再有就是 这个肌肉和神经的关系 和齿神经的关系 它可以造成齿神经的损伤 齿神经损伤也会造成 齿色腕曲级的一些功能障碍 那么同时 它属于曲链的一部分 往上在内侧肌间隔 胸大肌这 可以形成筋膜链 这条筋膜链上 任何一个部位出问题 都会造成其他部位的病变 所以我需要大家了解 齿色腕曲级这几个临床分析的点 以上就是齿色腕曲级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